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012集被截糊了 柴斧 某处储存蔬菜的地窖里 李灵素的阴神来到地窖门口 看见一只橘猫趴在地上睡觉 前辈 他喊了一声 橘猫不搭理他 看了一眼门后 李灵素议会 轻易地穿过紧锁的门 钻入地窖 他在漆黑无光的环境中 看到了一具盘坐的身影 前辈 我也问过柴仲和柴凯 李灵素说道 他把梦境中的对答 经过详细的转述给徐签 除了柴仙性格偏激 半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许清安心里嘀咕 表面沉稳 嗯 我知道了 李灵素轻轻点头 告辞离去 黑暗的环境里 许清安盘腿坐在地上 之所以选择这处储存蔬菜的地窖 主要是此地距离柴府南远不远 在他心骨能覆盖到的范围内 无声无息间 这片区域的所有动物同时苏醒过来 它们包括但不限于老鼠 蛇 狗 猫 虫子 其中主力是虫子 老鼠和蛇 它们或生活在墙洞里 或生活在地基深处 数量最多 也最隐蔽 至于猫和狗 它们只能在屋子外面转悠 能打探到的东西有限 家蛇从冬眠中醒来 在阴暗隐蔽的角落游走 老鼠钻出地洞 爬行在房梁之间 虫子更是出现大规模的游行 这一刻 许清安感觉自己的元神 被分裂成了无数碎片 每一个碎片对应一只动物 多好疼 我最多只能撑五分钟 一般情况下 新古师操纵兽群 只是简单的下达命令 驱使兽群攻击敌人 这并不会对自身造成太大的负荷 像许清安这样的 则属于精细操作 控制几只动物没问题 数量一旦扩大 对元神的负荷极大 还好南院这边院子不多 五分钟后 不管有没有收获 我都中短控制 李灵素因神出窍许久 消耗极大 回归后便立刻爬上床 拥着美人沉沉的说一句 迷迷糊糊中 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恶情 耳边响起柴杏儿睡觉被打扰 因此有些恼怒的声音 何事 姑姑 静心大师和静元大师回来了 说要见你 丫鬟的声音透着古怪 柴杏儿柳眉清楚 何事不能等到明日再说 丫鬟低声回复 两位大师还带回来柴 柴贤 柴贤 李灵素瞬间清醒了 接着听见身边的红颜知己沉默片刻 声音沙哑柔美 请两位大师去内厅 我立刻过去 说吧 柴杏儿立刻掀开被子 以极快的速度穿戴好衣裤 捏起玉簪 简单挽了个发际 做完这一切 她回头看向已经睁开眼睛的李灵素 抠着眉头紧皱 眼神疲惫 似乎还残留着酒意 捏了一下眉心 柴贤儿 我陪你去 柴杏儿点点头却等不及了 我先去内厅 好 李灵素要的就是这句话 柴杏儿离开房间后 她立刻阴神出窍 朝着徐谦所在的地窖掠去 这个时辰 除了巡夜的侍卫 柴府上下基本都已经歇息 南院的房子 大多是一些存放书籍 兵器 以及一些器物 还有一座祠堂 住在这片区域的人不多 许清安只花了两分钟的时间 便窥探到了南院的所有房间 没有发现异常 只剩一个祠堂没有探索 她操纵的蛇虫鼠蚁朝祠堂而去 这时许清安先有所感 先一步通过守在外头的橘猫 看到了李灵素的阴神 下一秒 圣子阴神穿过地窖的门 出现在了她面前 前辈 静心和静远抓住柴弦了 被截胡了 许清安谋光一宁 精神瞬间紧绷 背着简短的一句话 激起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为什么静心和静远 能这么快抓住柴弦 这不合理啊 小村庄灭门案后 柴弦更加小心谨慎 就算是我有龙气雷达 都找不到柴弦的藏身之处 何况是静心和静远 他们不可能在茫茫人海中 看透龙气宿主啊 一定是我忽略了什么 或者静心和静远 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秘密 定了定神 许清安淡淡说道 我知道了 李灵素当即说道 我先去盯着杏儿那边 前辈有什么打算 保护好你自己 李灵素嘴角抽动了一下 点点头 穿透地窖的门消失不见 圣子一走 许清安立刻呲牙 感觉到了棘手 静心和静远是四品巅峰 禅师和武僧的组合 基本能压得同境界任何体系抬不起头 恐怕只有儒家的四品 才能靠嘴皮子反制佛门的戒律 塔林老和尚不允许我用保塔来镇压 击杀佛门弟子 用来自保可以 可我现在说要干佛门僧人 浮屠宝塔就指望不上了 柴贤是九道龙器宿主之一 绝对不能落入佛门之手 幸好第三名我在案 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在 许清安当机立断 切断了一半的蛇虫鼠蚁 操纵剩下的一半 继续探索柴府祠堂 空虞出来的猿神用来操纵橘猫 地角外 慵懒酣睡的橘猫 睁开了琥珀色的眼睛 树童幽幽 他竖起傲娇的小尾巴 宛如利剑窜了出去 黑夜中 柴幸儿没有带侍从 也没通知柴家族人 独自一人在狼道中急醒 寒分呼啸 悬在眼下两侧的灯笼摇曳 红色的光韵照亮了他清秀的脸庞 映入他的瞳孔 明亮如宝石 行了片刻 内厅在望 明亮的烛火从门窗里透出 内厅外 站着十几名西域僧人 肆意将周围化为禁区 柴幸儿靠拢拢过来 推开内厅的大门 看见静心和静元师兄弟坐在椅子上 一人站在堂内 被暗金色的绳索捆绑 柴幸 柴幸儿妙目圆征 素白的翘脸因愤怒而扭曲 急走两步 二话不说 朝着柴幸一掌排去 静杀生 静心适时施展戒律 打消了柴幸儿的攻击念头 柴幸儿施主 少安勿躁 静心起身 双手合十 语调不及不徐 我已经用佛门戒律 问询过柴幸儿 他并非杀死柴建元的真凶 亦非这段时间以来 在乡州兴风作乱之人 幕后真凶另有其人 柴幸儿眼波流转 见三人都在盯着他看 静心大师 此言何意 柴幸儿柳眉清楚 难不成 你怀疑是我冤枉他 是柴府上下冤枉他 是相招英雄豪杰冤枉他 武僧静元随之起身 气势逼人的上前 我等返回此地 正是因为这件事 佛不惩戒无辜之人 也不会放过任何 有罪孽的人 看来在两位大师眼里 我家幸儿才是 有罪孽之人啊 这时 内厅的门被推开 穿着黑袍 俊美无仇的李灵素 跨过门槛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